在全球经济环境面对逆风以及通货膨胀的冲击下 我国去年的总就业人数仍增加8万8千多人 不过人力部指出劳动力需求过去一年有所下降 职位空缺在首三个季度减少 裁员人数同比增加超过一倍 回到冠病疫情前的水平 来看记者洪宝林的报道 人力部最新劳动力市场报告显示 2023年的总就业人数增加8万8千4百人 尽管数字远低于2022年的22万7千8百人 但受访招聘公司指出 前年是我国从冠病疫情中强劲复苏的一年 实际上如果同疫情前相比 本地劳动力市场去年的表现比2019年来得好 人们回到工业市场也在2023年 也会在2023年 人力部指出 随着企业重组 去年共有14,590人遭踩退 同前年的6,400多个相比增加超过一倍 但同2015年到2019年 疫情前的平均14,000多人水平相同 职位空缺则在连续6个季度下滑后 在去年12月稍微增加到79,800个 每100个事业者中就有174个职位空缺 对于一些比较新兴的职业技能的话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碳信用呀 或者是这个人工智能相关的方面的岗位的话 可能现在劳动力市场上面这样一些人才 供应是非常有限的 所以这方面的职位空缺我觉得会比较难的去填补起来 12月的失业率保持平稳并维持在低水平 整体失业率为2% 展望未来 人力部的调查显示 更多雇主计划在今年招聘员工或加薪 但面对全球经济环境 人力部预计企业会继续进行重组 这或许将进一步加剧裁员情况 新传媒新闻记者洪宝林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